今天午餐是海鮮意粉配Preggo醬 每次小朋友一定吃大份 材料在文章中 茄切碎 然後把Crab stick拉絲 新鮮蝦肉和一條魚片 香菜、洋蔥和蒜頭都剁碎 一罐Preggo意粉醬 開大火煲4分3的水煮pasta 把魚片擦乾 用適量的鹽和胡椒粉 魚片要抹乾 醃料更入味 開中火小紅鍋鍋 1湯匙油 煎魚前一定要灑上麵粉 魚煎得更好 煎魚時皮要向下 很快看到魚卷一塊 要想辦法怎樣煎透 就要打斜的魚片 把每一部份的魚都煎透 魚就會漂亮很多 如果用Spectulet要很小心 媽咪這個Spectulet 是men for cooking 是200多度的熱 都沒問題 如果你用做蛋糕的 就會很小心 因為Spectulet真的會溶 開中火倒油 然後把洋蔥和蒜米炒至半透明 然後把番茄炒一下 當茄子開始轉軟的時候 就加1%黑胡椒 然後你再加適量的辣椒片和鹽 以個人口味看都要加多少 大概炒30秒 然後開罐Pregel sauce 倒進去 有剩的醬汁 就加半罐水 攪拌均勻 然後倒入鍋 再煮 將醬汁煮一煮 你會開始看到醬汁開始滾 就開中小火 然後你再加4分1的Bezil 把醬汁煮一煮 當醬汁起手稠 就開始放些蝦和蒜米炒 將料拌勻 再加入Spectulet 然後再加一湯匙的Pasta水 將Spectulet拌勻 然後如果還是很稠 就淋一點油 把Pasta水和醬汁混合Spectulet 就會很好吃 你可以加一些香菜和Bezil 或者多一點Oleaf oil 就會好吃 把Spectulet拌勻 夾上碟就可以吃了 左邊那碟是哥哥的 右邊那碟是弟弟的 弟弟特別大份 因為真的吃得好多 一個簡單的午餐 搞定了